玻璃擦得太亮 结果意外惹祸 云林斗南有一间汽车营业所 疑似是玻璃擦得太干净了 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 有不少的客人要走出大门的时候 似乎没有注意到有玻璃的存在 就直接一头撞了上去 还有客人撞得是太大力 直接跌坐在地 还好都没有人受伤 不过影片泼上网 就有不少网友直呼 光是用看的都觉得好痛啊 女客人往大门要走出去 没想到下一秒 却是一头撞上玻璃 落地窗 这一撞撞得实在不轻 整个人向后反弹 跌坐在地撞击声响 也吓坏旁边两名业务 而接下来 这回换作是一名头戴 鸭舌帽的男客人 似乎才刚跟业务讲完话 一个move转身 撞上玻璃门 自己也吓得一跳 再来撞到头发疼的 还有他 把落地窗误认成门 迎头撞上 通到男子植木头 两名男业务赶紧上去关心 还好人没事 画面po网就让不少网友 看了觉得好痛 但是很好笑 擦得太干净了吧 到底哪里的玻璃 可以擦得这么干净 直接变成隐形的存在 重回现场地点 就在云林斗南的 这间汽车营业所 从今年7月开始 接着发生不少客人 无视玻璃就在眼前 意外惹获 它是擦得太干净 我不知道 所以没有人受伤 没有 对此业者低调不愿多谈 只是类似的玻璃门 公家机关也很多 这个玻璃是每天都会擦 对我们每天都会清洗 为时玻璃干净是必要 但要预防民众 不小心撞上线服 记住两招小陪伯 玻璃门上贴上醒目的 红色春菱 还有提醒的黄色防撞条 一眼就能看出区隔 避免民众一个没注意 傻傻分不清楚 借郭正义云林唱到 优优优独播剧场上 第二天都会有 然后在那边 上线服之后